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快点 偷懒 杨茜 杨茜 偷懒 快点 快 起来 像偷懒啊 你们这些 这些良奴就是犯贱 不打不行 告诉你们 你们谁要是在偷懒 看看 那就是你们的家长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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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想造反哪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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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造反啊 量你不敢 好 散了 干活 干活 谢谢殿ugen 피� 这是个死 度randoards 杨茜茜 我要情去奥多 我們走能成绩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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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啊 殿下 来 吃橘子 殿下 喝酒啊 殿下 殿下 矿场有消息了吗 你们就下去吧 是 殿下 小人一查明 这座矿山的确是个银矿 银矿 太好了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情 现在还只有几个自己人知晓 只等殿下施下 目前朝野情况复杂 如果殿下能将这银矿 偷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何愁大事不成啊 父皇 你独爱拓拔郡是吧 朝中的财政大权在我手中 那谁又不能为我所用 这矿场上还有几百名良奴呢 如果被他们走露了消息 被父皇知道我私采盈矿 那罪责可不小啊 小人有一击 不如把这几百个良奴 务必要谨慎 不能被别人知道 殿下放心 小人知道该怎么做 好 都过来 看 我打探到 在这儿还有一处岗哨 有卫兵在暗中巡落 这个岗哨是我们之前 没有发现的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哥 这次真的是大事不好了 你赶紧说什么事啊 我刚刚偷听到了 一些官兵说 他们要将我们全部杀死 什么 这 这 怎么办 怎么办 这怎么办啊 等不了了 我们的计划要提前实行 有谁愿意跟我一起杀出去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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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你们什么弄力呢 你们四个 进去看看 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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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算死 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我们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走 下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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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殿下 那些良奴杀了看守的官兵逃跑 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还是先生的计谋好啊 这么多的良奴 一息之间全部死掉 肯定会令人生疑的 可现如今 是他们逃跑在先 我们再行斩杀 合情合理啊 这些愚蠢的良奴恐怕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能逃得那么顺利 是殿下您有意放他们离开的 把他们抓来以后 一律处死 来 小姐 洗个手吧 白纸 二弟今天怎么样 还是那样 承天和酒不离人 都过去一个月了 看来二少爷 还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 三婶是他唯一的亲人 现在陡然辞世 他又没有送上最后一程 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觉得 是因为他让三婶担忧 才让三婶病情加重 他心里一直都很自责和内疚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不能再这么下去 少爷 别再喝了 滚 少爷 你不能再喝了 你 你给我滚 滚 少爷 少爷 殿下 您快劝劝我家少爷吧 殿下 别喝了 黎敏德 我知道你很难过 可是 你也不能这样作戒你自己啊 你娘要是知道的话 她会很心疼的 我娘已经不在了 没有人都关心我了 还有我 我也会心疼的 我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是你娘关心你 还有我 还有你二姐未央 还有李家上上下下 很多人都关心你 他们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不让你管我 我叫你喝 走开 少爷 威夭 你快拦住他 别让他再喝了 来人呢 在 在 把他抓起来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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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黎敏德 二弟九颗醒 为什么让我庆幸 为什么不让我喝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只有喝醉了 才能好受一点吗 你是好受 可你想过三婶吗 三婶在九泉之下 她会怎么想 二弟你应该明白 三婶她一定不会希望 看到这么一个整天醉熏熏 无所事事 自暴自弃的敏德 我娘都不在了 三婶她希望你有出息 并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你自己 她希望你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风风光光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对啊 黎敏德 你一定要振作才是啊 对啊 震作 震作 震作能有什么用的 到头来 我连我的亲人都保护不了 没有 我没有 没有 黎敏德 没有 黎敏德 没有 今天你这么想 那你就干脆自裁 一聊百聊 总比被那些人看不起也好 黎敏德 你在干什么 殿下 请不要干预臣女的家事 可是 二小姐 闻闻不可啊 你别急 我们小姐自有分寸的 好 你要是真的难受 就哭出来了 不要忍 不要忍 不忍 夫人 奴婢打听到了 关于沈太医的消息 沈太医怎么样了 沈太医已经告老还乡 可是在离开前 他居然下狠手 剁了自己两根手指头 他可是个大夫 这没了手指 如何给病人诊脉啊 他能留下一条命 全身而退 已经是老爷对他手下留情了 对了 你的上市怎么样了 多谢夫人关心 已经无碍了 夫人 大小姐还在农庄 要不要奴婢想办法 派人去伺候 不必了 可是大小姐 是被老爷打发到那儿去的 身边一没有人 二没有钱 只怕日子久了 会被人欺负的 大小姐锦衣玉食惯了 怎么吃得了这个苦啊 她一次次地输在李未央的手上 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顺遂了 无法承受挫折 以至于心性浮躁 如今 我就是要她吃苦受累 受尽各种折磨 我要消消她的脾性 折折她的傲气 今日她所受的苦受得累 他日富贵时 她就更值珍惜 更加地谨慎小心 可夫人如何舍得 舍不得也得舍啊 如今 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往后的路得靠她自己一个人走 父人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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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姐要沐浴 要更衣 还不快去准备 你这个死奴才 本小姐跟你说话 你尽当没听见 奴才 我的确是奴才 可是你 现在也是奴才 上面可说了 你现在是发配下来的家奴 还当自己是大小姐 你 你 你干嘛你 想要沐浴 自己动手呗 你这个死奴才 回去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让你杖毙 坎香 坎香 你 我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只知道 您一直抚养我长大 您一直关心我 教导我 有你租我娘 就已经足够了 冥德 不管你想做什么 娘都一定会支持你 因为在娘的心里 你的幸福胜过一切 知道吗 卫阳 我娘的死没那么简单 是不是 你不用瞒我 我猜到一些 我娘的死肯定跟芷芸柔脱不了干系 不是如此 我怀疑连我遇刺都和她有关 二弟 等过了这个孝亲 你就提出分家 远离这儿的是是非非 过自己的日子去 这是三省临终前的心愿 卫阳 管错是你 你的至秦被人害死了 你会苟且偷生地逃避仇家吗 并非苟且偷生 你会吗 我 我不会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不要 从今往后 在这世上 我能相信的人 就只有你了 你 今往下 无ажд肯出力了 离不公了 你 我过来 你把大山牢也对了 这么乱 那太太啊 你当然是要再让我去 春明 你赶快去把狼下的那只鸽子放了 快去 是 无论如何 我都要除掉李维央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 好 少主 你来了 不知少主召唤属下 是否愿意和属下回去 我不会离开她 那个周雪梅她已经 好好好 您的养母已经去世了 李家还有什么值得少主留恋的 这个不用你管 可汗一直都很挂念少主 可当初又是谁把我遗弃的 可汗是有苦衷的 好了 你不用再说了 今天我叫你来 我是想问你 如果有一件事情我要你帮忙 你 不知少主 要属下如何去做 有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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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 抓刺客 有刺客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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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急跑 追 快 快 快 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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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春明